徐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个日式时期的台北城 是不是因为它的年代比较近 所以相对资料量更多 所以这本书相对清代来讲就厚了很多对不对 对啊 这个相对来讲 日本时代建筑风貌 跟它的种类是更多样 所以就是会需要讲的面向很多 尤其它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电影院 可是其实一百年前就有电影院 对 所以在那个时候它开始已经开始走向现代化的过程 比如说自来水场 在清朝是没有这样的东西 也是在一百年前就有日本时代就有自来水场 所以这个等于说你要讲建筑的这些事情的话 日本时代它的内容是丰富很多 所以日本呢一开始进台北城的时候 他们应该是亚裔大过于惊喜对不对 因为他发现台湾人怎么这么这个样子这样子 包括一些卫生下水道啊一些什么孽奇这样子都出乎他们的意料 对啦主要是卫生问题 嗯 就是没有下水道 然后生活习惯也不好 所以有时候常常把那个死尿泼在地上这样子 嗯 所以就变成生活环境不好 然后日本人来呢他也水土不服 对 就是会得一些传染病这样 而且死亡率很高 所以就这个东西就吓坏日本人 嗯嗯嗯 他们死亡的人很多 所以他就变成说 那我们这个一开始要来这边 等于说我要领有这块地的话 要要来治理他的话 最重要就是要做这个卫生的这个这个事情 所以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自来水系统也是啊 也是着眼于说我们生活的用水要有干净的水源 这是很基本嘛 才不会感染传染病啊 然后下水道的话就是说你的你的污水 比如说你洗衣服的水要流到哪边这样子 嗯嗯 或者是你的这个排泄物要往哪边去排 这个叫上水道跟下水道 上水道就是自来水 下水道就是污水 嗯嗯 所以日本人在台湾 他等于说来喔 看到台湾的都市呢 就是各种杂乱无脏的状态 他首先做的就是这个上下水道 这是最基本的基础工程 嗯嗯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你清朝的这个马路 都是弯弯来弯去 然后小小的 因为以前清朝以前就是一方面官府的力量后 比较难去保护到大家 所以常常会出现这个盗匪 嗯 那清朝还有海盗啊 对 那个海盗菜谦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等于说你你你得要自保 所以他们会把他们的聚落盖的 那个路后比较小 然后弯来弯去的 就为了防守 嗯 对你好好防守 而且你盗贼进来 你可能就跑不出去 所以以汉人来讲 这一度不用太宽啊 太宽反而麻烦 或者说 哎路太宽那不然就拿来做生意好了 现成的这个街道上的这种白摊的地方 就可以摆出来 所以一般来讲 台湾人的四街 他就是比较杂乱无脏这样 所以日本人来台湾他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把整个马路哦 去规划出棋盘状的街道的样子 嗯 那这个也是跟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来讲是 以机动车为主的交通嘛 对不对 骑机车啊 或者是开车 可是日本实在那时候还 几乎还是步行啊 对 但他们那时候已经就是已经意识到说 哎这个现代化的交通哦 他应该是要有一个棋盘状的 就是说你不能有死路啦 像清朝很喜欢做死路嘛 就是一个一个丁字路口 走到底哎没有路了 这样或者往左边左右两边走这样 就变成是以现在的交通来看 就是一个会打劫的地方 在清朝他很喜欢这样做 哦 所以日本时代他就要做这些改变 所以他这个都市计划哦 在日本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主 哦 就是说你你的你的都市的街道的宽度啊 然后他的都市的尺度啊 街道的尺度 房子的高度 然后你有没有你有没有行道数 哦 这些东西都是会很大的影响都市的风貌 嗯 这个整个整个空间都规划出来之后呢 再来才是说去谈说哎那你房子要盖成什么样 那个才是下一个阶段 所以他们就是在1900年才开始颁布 所谓的这个都市计划就对 前面几年他等于都是在做一些调查嘛 对可以这么说 而且前几年他们的财政还是蛮有限的 哦 对啊 因为你一方面台湾人还在反抗你啊 然后一方面你又要找地方落脚 对不对 所以在都市计划这边是比较稍微晚 晚个几年这样 嗯 对才开始公布这个规划 然后再实际去执行这样 包括那时候清代还有一些什么呃 这个城墙后来他们也决定拆掉 把它变成说三线道这样 对这个是一个蛮 蛮有大气魄的一个一个一个手法 就是因为城墙这种东西 对于现代战争来讲哦 它已经没有太大意义 你可能可以挡个土匪还可以啦 但现代化军队开过来你是挡不了 嗯 所以就不如把它拆掉了 然后拆掉之后你不是说 哎拆掉就没有啦 不是啦 他们是把它重新规划 对 变成一个环城大道 那这个就很有想象力 就是说运用现有的这个都市空间 去把它改造 所以它这样改造完之后呢 清朝的这个都市空间 还有它的纹理还在哦 嗯 就是说哎你可以告诉大家说 哎我们现在这个环城大道 就是以前清朝的城墙 绕一圈这样 哦对 这样听起来会不会觉得很有意思 尤其是你从台北车站 你你是一个日本人 然后你坐船到基隆来哦 上岸之后哦 坐火车到台北 台北车站一出来 你就看到这个三线道哦 那就可以认识到说哎 这个就是清朝以前的城墙哦 然后日本人把它规划成一个环城大道 这个对台北市来讲是一个很有很有意思的 一个故事啊 对那他整个台北城之间 加了很多新的建筑对对 包括医院啊 或者是一些学校这样子 包括总督府 对对对 他们当时把台北是当做政治经济中心 嗯 所以最重要的这个统治台湾的主要的机构 它就把它设置在台北城里面 或者是在中山南路一线这样 对 就是等于说是重中之重啊 嗯 所以我们现在现在能够看到还很多啊 虽然战争的时候有被炸 被美军轰炸 哦 可是留下来还很多 比如说总统府啊 那个台博馆啊 对没错 那个总督官邸 就是现在台北宾馆 还有像比较后期的中山堂啊 行政院啊 这个都是啊 嗯 都是日本时代盖的 我们走一趟台北城内哦 就可以认识到整个日本时代台湾的建筑室 对 包括里面你讲到这个台北车站 原来第一代的台北车站才180平啊 就是因为他们一开始没钱 先盖铁路然后车站先小一点 对 因为他要很快的建设出整个铁路 铁路路网 所以就是先 诶 钱先用在这个铁路路线的设置 那车站就小一点 然后这个台北车站会一直用到1940年代嘛 才整个改建成一个非常巨大的 现代化的大车站 第二代的台北车站就对 一般来讲是第四代 已经是第四代了 哦是哦 嗯 就是说他们会讲说 诶 清朝就有一个台北车站嘛 哦是 那是一代 那日本一开始也有一个木造的台北车站 然后到砖造 到红砖造的那一个 哦 就是你刚讲180平那个 那个已经是第三代了 哦我懂 嗯 对然后后来1940年在改建成 那个钢古钢筋混凝土 那个又是第四代 嗯哼 然后现在是第五代 然后现在好像一直在讨论 第五代要拆掉对不对 要共购盖一个什么超级大楼这样 在台北车站上 真的吗 我不晓得 对啊 因为现在来看那块地 只有盖成这样的建筑好像相对效益不高嘛 不够高 它主要是做台铁的总部使用啦 对对对 所以等于说是车站兼办公大楼这样 嗯哼 那如果盖成高楼说不定以后 里面可以有百货公司啊 对就类似共购让它更高这样子 对商办之类的 嗯 我们来讲新公园这块好不好 就是国立台湾博物馆 哦原来它当初是一整块的一个绿地 然后加了很多现代建筑在里面 对 就是有公园这块地就对 对 这个也是一个现代化都市的一个规划的概念 就是说你你工商业发达之后呢 人群会聚集在都市里面 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生活环境哦 往往会变得不太好 就是人人太多太拥挤 需要公园就对 挤在马路上 嗯哼 这样也就是说好像出门就是挤来挤去这样子 所以你还是需要一个开放的空间 可以让大家比较放松这样子 所以现代化工业都市哦 它就是会比较注重这种公园的设计 所以日本人是在台北城内哦 差不多在中间的地方 稍微偏东边一点 那为什么会变东边呢 因为以前哦 以前的台北天后宫就设在这边 哦对 对 它把天后宫拆掉 嗯 然后因为天后宫周围很多空地 所以可以直接变成公园这样子 嗯哼 所以它把清朝的都市 稍微把它改造一下 然后就变成了新公园 那就变成说 你在这个都市里面 我们刚刚讲嘛 政治经济中心 你在这边上班 或是居住的人 你都可以来这个公园休闲这样子 嗯 就等于说打造一个良好的都市环境 那这个东西就配合我们刚刚讲的环城大道 对 那现在还可以看到那个中山南路 然后爱国西武都是三线道 那个树都还在 嗯 是这样 然后新公园现在还在 而且这个 呃 台湾博物馆过去一开始本来是一个纪念馆对不对 对 就是儿育后腾纪念馆 就主要是他们两个 呃 算是一个总督跟民政长官 第四代的总督才开始有一些重大的一个经济建设这样子吗 对就是说以前 之前还在还在跟台湾人打仗这样子 都是武将就对了 武将 其实儿育元太郎他也是武将 嗯嗯 但是他就是就是用了一个很精明能干的 民政长官厚成新平 是 这民政长官相当于第二把交椅 嗯 二把手 他那个儿育本身他也很忙啊 他也是有那个陆军的官职 嗯 尤其是这个战争的时候 他是很重要的一个一个指挥官嘛 应该说是参谋啦 嗯嗯 对就是他他其实很忙 所以后腾新平是主要在管理台湾这些这些事物 是 对那他对台湾的这个很多的做法 就是就是影响台湾很深 比如说他主张说你统治台湾人 你不能够用我们日本人的习惯去压他 嗯 嗯嗯 你不能说哎我们是统治者啊 那我们你们就要按照我们的生活方式来生活这样 这样是就是说会让台湾人没有很难接受 是 所以他就他就主张说你要顺着他们的习惯去统治他 就像怀柔政策这样子 对对对 那当然也包括到他们的生活习惯啊文化风俗啊 所以你要有这个政策的话 你前提就是你要先了解那他的文化风俗是什么 嗯 嗯 你才能够有相应的对策嘛 所以他就去这个做了很深入的调查 台湾人的以前的习惯啊文化风俗啊 都去把它调查的很清楚 然后还有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铁路建设也是在他的手上大力发展 然后他这个他本身又是医生 然后台湾的卫生问题又很糟糕对不对 没错 所以他就是很很他也很积极投入这个都市计划里面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的卫生问题下水道那是一个部分 然后他对于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就是都市的市容 他的空间如何表现一个好像有这种泱泱大国的气势 他非常就是有点醉心在这种都市规划里面 因为他后来从台湾离开之后他又跑去东北 有去做那边的长春啊还有沈阳那边的都市计划 他也有去做 所以我觉得他他真的是一个怎么讲就是说全方位的 全方位考虑到这个施政要怎么做的一个很很重要的人物 所以台湾影响很大 好那讲到这本书其实最重要一定要讲到总统府 那原来总统府你在里面介绍到 哦他是日本的所谓的第一个这个净土的一个这个建筑物啊 对全日本第一有史以来第一个建筑净土案 对可见他们当时的这个重视的程度 因为他们当时候统治台湾的前25年 都是在以前清朝的衙门里面办公 然后就是说过25年之后才盖了一个非常豪华的总督府 可见就是说他们的用心是非常深的 就是说我不会说急于说要有一个办公厅 那我就先盖这个办公厅 他没有 他反而就是说很多的基础建设他他会先去做 是是是 反而那个中央核心的这一个他反而是放到很后面 嗯 1919年改好了 就是25年之后 对 对那个时候已经都快要进入昭和时期 1925年就昭和时期 嗯 所以说总督府等于说是他们统治台湾前半段的一个代表作 嗯 大概是总结 总结之后呢 我们来做一个代表性的建筑 所以当时很重视 然后就说那我们就用净土 申选各种方案来来比较这样子 当然也是希望能够得到最好的方案 然后苏里有讲到一个八卦说净土苏的人最后居然去总督府任职 变成他又来改原本第一名的这个图 对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就是有点好笑 然后第一名的这个人他就他就很不高兴 嗯 他觉得我都已经是榜首啦 结果怎么把我的设计 而且他把他设计改了很多 不是说稍微改一下 对 就把他整个大改 一个是蛮简朴的对不对 后来改的变得比较华丽这样子 对非常华侨 所以几乎可以说是变成 本来是长野与平治的设计 对 后来变成深山松枝柱去改它 几乎变成深山松枝柱的作品 因为你看他这个深山松枝柱 他的在台湾的各种作品 比如说台北那个监察院 台中州庭 以前的台北台中市政府 还有台南州庭 这三大州庭都是他设计的 那都是采用这种非常华丽的 西方古典式样的建筑风格 然后他又把它延续到总统府的设计上 所以总统府又变成是 在这个建筑的精美跟它的造型上 又是一个极大层的设计 对你在里面就有画各自一半的对照图就对 所以弄起来就跟本来设计差很多 对不过后来还是 就是第一名抗义无效 还是把它盖出来 对对对对 而且里面也蛮特别画了一些解剖图 对不对 让我们能够更清楚 比如说总督府里面他城市 他大概的样子是怎么样 对主要是空间 空间的分布 对 他建筑物的中间有个大庭院 然后庭院的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会议室 跟一个很大的等于说是大庭 就是我们今天去参观总统府 可以去看到这两个大空间 这个是蛮在日本实在蛮有代表性 等于是一个八字型的建筑 如果空拍的话 日字型的 日字型 就是各有两块空地 对对左右各有两块空地 好那其实呢 医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民生卫生的一个措施 所以日本来的时候也盖了一些医院 来跟我们介绍 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台大医院 对不对 对我们现在很熟悉的台大医院 就是医疗界的龙头嘛 他其实是日本时代 日本人一来台北城里面 他就设了一个台北医院 一开始叫台北医院 然后后来就是说 一开始不是在现在的位置 后来移到就比较确定的时候 把他移到了现在台大医院这个位置 旧馆的位置 去盖了一批木造的建筑物 对 就变成了这个台北医院 早期的台北医院 但是这个是明治时代 明治时代他用了很多的木材 一方面他比较便宜 跟砖造比起来 砖比较贵 那木头他比较便宜 又盖的比较快 可以很快速建造 所以他就大量用木头 但是他没想到说 台湾的白蚁有这么厉害 可以在几年内就把木头都吃光 因为台湾比较潮湿 对对对对 而且又高温 所以这个白蚁的问题就很严重 所以在明治时代盖了很多木造建筑 基本上很快就完蛋了 所以这个台北医院他又很快又开始改建 就在大正的时候 大正时代 就是从1911年开始 就是大正时代 他们就开始去改建这个变成是红砖的医院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 那最后完成这个正面是在1918年 完成那个最宏伟的正面 也等于说是大正红砖建筑的一个代表作 也是属于西洋古典的仰师 对那这个时候还是属于叫做台北医院 那那时候总督府他在全台湾各地各大都市都有设医院 比如说台中新竹医院台中医院基隆医院高雄医院 都是只属总督府 虽然是叫以各个都市为名 但其实他不是属于那个都市 他是总督府的医院 那到后来1928年 昭和初期他设立了台北帝国大学 然后之后他就慢慢扩展嘛 就把那个台北医院呢 就收到台北帝国大学里面 就变成大学 就说他设了这个 他有这个医学院 又有这个附属的医院这样 那医学院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医学院也是很早 就是日本人刚来台湾的时候呢 就大概在来台湾前几年 他就设立了这个台北医学校 当时叫做医学校 然后呢 因为他们 我们刚刚不是讲那个卫生问题很严重吗 那很需要医生来看病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招募台湾人 来学医 然后可以来等于说照顾台湾人这样 所以当时就是去招募台湾人来这个医学 一开始还不太有人愿意来 还想办法去拉人来上课 对 那到后来慢慢 哎 台湾人发现日本人是玩争斗 是认争斗 然后才开始就比较踊跃想要来求学 对 因为以前那个求学管道很有限嘛 你除了小学毕业之后 大概可能再去念个商职之类的 这样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医学校是另外一个 后来就变得很热门 就变成等于说台湾人的第一志愿 就是要来念这个医学校 这个传统就是在日本时代奠定的 是 台湾人最念诸最厉害就是去念医学校 那后来这个医学校它就在那个 也是现在的台大医院啊 新馆 台大医院新馆不是有两栋黄色大楼吗 对对 没错 那两栋的位置 那整个结果以前就是医学校 那后来也是就是 就是移转给那个台北帝国大学 所以我们现在看说 台大医学院还有台大医院都是属于台大 他们都是这三个单位都是创立在日本时代 然后以后来就把它合并起来 这样 而且我们常听到一些特殊的这个院所 也是当初他们成立的对不对 包括什么乐生疗养院啊 什么松山疗养院这样 这个好像是 这个我就比较不清楚 我记得他们也是属于总督府 对啊 松山疗养所应该是 应该是 结合病患 这个是属于比较特殊的 对对对 比较特殊的医院 所以以前其实是 日本时代对于这些医院就蛮重视 是 医疗人员的培育啊 还有医院的新建啊 都蛮重视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 徐一红老师为大家介绍 他这本著作 《图说日志台北城》 然后《猫头鹰》出版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